13例的本土病例 另外有33例的境外入 那死亡個案是172例 那今天的 大概每個禮拜的 禮拜二 禮拜三大概是 個案數會比較多 那今天 比昨天 星期二稍微 降低了7.3% 除了新竹縣 新竹市 還有宜蘭基隆跟典漾縣之外 其他的 各縣市都有下降 那所以等於是說 過去 過去可能都禮拜三是最高 那今天禮拜三有降了 比禮拜二稍微低了 一點 那 應該是明天之後 這個 有可能會 會降到5萬以下 那到今年到6月21號為止 那本土病例 總共有335萬8480例 那今天有新增了281例的本土中重症 以上的個案 還有171例的死亡個案 那目前我們的致死率約 今年的致死率約 萬分之14.3 那這171位確診死亡名單的分析當中 有92% 就是158人 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疾病史 另外有65% 111人為打滿3劑的疫苗 另外有53% 90人 年齡超過80歲以上 另外有關口服抗病毒藥物的每日的 領用情形 那每週二通常都是領用最高 大概有包括就是禮拜一或禮拜 週末的一些藥物回補 那禮拜三通常都是在次高 所以我們總共 這個 領用了8192人份的 這個口服抗病毒藥物 那其中 莫拉皮拉維是有1613人份 另外這個貝拉維是6579份 那就先請羅浮堅報告有關這個死亡跟重症的案例 好 今天本土確診人數是來到52213人 那麼死亡人數是來到172人 那現在指揮中心也說希望明天的確診人數 可以下降到5萬以下 比較年輕 第1回合